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讲的主题全人照顾这件事会放在比较大 也很缥缈 像影音一样 为什么 副政院的院长邱院长说 他很早已经都说了 九成的病患的身体疯 身体疯也许是癌症 也许是癌症 那用现代医学可以发挤 但是灵性的疯患的灵性需求呢 我们会需要的都是灵性的方法 就是说 那么身体的痛那件事 还有呢 百分之九怎么办 就是啊 我们把灵性顾到好 那么他的那九 把那九十九的痛 都给灵性是癌症 所以灵性 全人照顾的灵性很重要 这是一只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办 不知道他是什么 因为他就像影音一样 虚度漂亮 于是呢 癌症院长就告诉我们说 灵性的方法 来满足灵性的需求 那如果要来给他定义一个 灵性的操作性利益呢 其实不难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 病患发现他生命的意义 然后生病的人的盼望 期望 期许 希望病会好 那他希望爱跟被爱 或者是当他 也许他在 癌症末期的时候 生命 可以预期半年内 会走掉的时候 通常都会想到的是 潘树跟被离 我对不起我的太太 曾经如何如何 那么我希望她 原谅我 我才能好好的死去 我才会安心 我的灵性才会平安 那 那还可以有 跟至高总的问题 至高者可以是谁 因为太阳很棒 至高者也是太阳 是月亮 是地球 是佛 是神 是耶稣基督 比我们高的都是这 我们的关系 所以以上这五点 都会是灵性的 跟这一点 这五点有关系的事情 都是灵性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五点 可以当作我们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五件事 说明也很容易发现 我们自己跟病患 其实都需要灵性的 那 为什么 医学的主师 主师爷 Hebicard说 他病患 他得了疾病 但他四个月 所以我们 从事医疗照顾的人 去照顾这个状态的时候 即使他是兔牙走进来 你看到的是一个人走进来 不会是看到一颗牙齿的人 或是一个牙套走进来 才走进来 那么 还是一样 这个状态就说啦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抑制病人的方法呢 就是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律设字 爱心 我们的关怀 我们的了解 对他们的照料 这个照料指的 可以是身体的照料 也可以是身心灵 其他部分的照料 那 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呢 最喜欢做 数学的分析 分析什么呢 老师们过去经验 加上科学的研究 产生一个 治疗病疾病的公式 比方说 一个治疗腹腔癌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收集很多资料 做科学的统计运算之后呢 找出来 每个病患 每个病患有很多状态 那他们的状态 产生了一个结果 这个歪轴的结果 然后他的存活率 五年存活率 是百分之多少 是六成是三成 好 那么这些 累积的一百个病患 所累积的结果 就会有一条线 这条 Lineal Lubration 这条 这条 违规线 就可以是一个公式 好 那这个公式呢 它可以长得很复杂 也很简单 然后公式就怎么样 他们会有很多的X X1到XN 有N的X 那这X可以标过什么呢 谁帮他开刀的啦 开刀人的技术如何啦 黏脂如何啦 然后 把他病患自己本身呢 种的大小啦 奇数啊 零发结啊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被量化的数字 放在X 那还有一些呢 黄色的部分 身心灵的状态 病人是紧张的 病人是相信的 病人是担心的 病人是恐惧的 有很多其他的X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 更多 点点点不知道 好像说 日期节令 白昼 今天是夏天 今天是冬天 然后地球黑不动 中立场 整整的中立波 这些的影响 会影响到 这个Y 左边Y这个 就是病人的出头率 比例多少 那 那我们一直都很想往 像 医生们跟科学家 一致心想把这个公式找到 越完全越好 这些X的变数 越多越好 越重要越好 那贝塔 凭贝塔1 这些贝塔值 就表示说 比方说像这个X2 X2这个项目呢 X2这个项目呢 它的重要性 对重复的Y 重要性的多少 那么它这个贝塔2 这个系数 就可以反映到X2的重要 所以讲白话就是 把一堆数字相乘一 比方X1 等成 整大加起来 最后加总结果 就是这个基率 这个基率就代表说 有这么多底下的一些影响 包括整个大小的影响 医生的手术 治疗方式等等 加起来就是存活率 这公式我们一直想办法做 事情回到1974年 我五岁的时候 五岁小弟弟啊 常常身体弱 经常感冒 生理发烧 很冷 然后就被爸妈心疼的带到相机口纹 马医师家里我诊所去看 然后每次看到医生伯伯呢 跟他们高谎 他很高谎很小 然后医生伯伯看到你 我的病好一半了 因为温度一凉 完全发烧不发烧退烧了 还没干嘛还没吃药 走过去看到他就退烧了 每次我都想不通为什么 幸好崇拜医生伯伯 那所以被治疗的方法就是 其实这么多 我当时这个疾病Y呢 有一堆一堆X当中 那我都会觉得说 嗯 有些看不见的状态 看不见非语言语的行动 也许是这些情况 那我就信任了我的医生 看到他我退烧就退了 这个是我的运气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么小的话我当然不会懂 那接下来就去看 所以我们的主题都在于 Holistic Health Care Holistic全部通通 全部的你 我们用这一整句话 整个今天要讲的主题 其实我们使用绿色字 正念指观这件事 来照顾全部的你 全部的病人 我们眼睛的病患 那当这里面的 用学术理论来讲的话 会知道PCA的一个治疗关系的方法 就是我要照顾你 病患照顾病 医生照顾病患 所以我们的相互有个医病关系 治疗者 跟被治疗关系 这个关系呢 它如果套用的是 我纯正有使用到全人照顾 PCA的个人中心 个人胎围中心的方法来照顾的话 用心来照顾全部的他 那我们可以想见预期就是 病患的疾病身体的痛 跟灵性的满意 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那这下 稍微进入理念 照顾再讲看 Holistic Care的四个面向 有生理 心理 社会的关系 跟患者本人的灵性 就是说 生理部分疾病 生理的痛 不是生理痛 生理痛也是 有疾病 有病痛 有发烧感冒 有往下来 那就给它治疗嘛 这就是身体 Medicine 现在西方医学Medicine 是在照顾的事情 那另外呢 心理部分有 有心理医师 精神科医师 照顾病患的怒息 又失又恐 他忧虑啊 睡不好啊 这种OK 这都是现在西方医学 大部分所有的模式 所以叫Medicine 好 全部里面 另外两个面向 社会 社会通常的关系 家庭工作 就已经所谓社公司 跟社会制度 跟国家的机制 就已经完全属到 所谓社会科学 不是属于自然科学 医学 就被分出去了 那它重要 因为它是 那它重要 因为它有影响到 生理的疾病 身体的疾病 那灵性呢 更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 也没有个灵性科学 在研究它 那么灵性一向呢 就变成跟宗教 好像比较有关系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很接近 在病患 癌症 重症到末期 生命末期的时候 然后自然灵性关怀 安宁病房 安宁照顾的这些 跟意识生死 生命意义这件事情 终于出现了 所以全部的你 都是这样 我们从左边这边 身体心理部分 好像被放大了很重 健保部的这些嘛 然后呢 社会部分呢 又被分成一边 人性的部分呢 好像跟宗教师有关系 那一直到死亡前 身重病 不能被左边的疾血所 被治疗的时候 然后好像灵性材质 只剩下灵性给他 一向文化 尤其是 中国人 台湾文化 中华文化 不知道生 他怎么能贪死 所以生都讲不完了 何况是死 就不太爱是 谈那个死的事情 好 所以说 来 我们 回到古代 古埃及时代 就已经是全人照顾的 他们 他们的生理 心理 大祭司啊 祭司 会帮他们手术 帮他把牙齿 还可以帮他做假牙 国埃及木乃里面 就有一些假牙 雕出来的 像的牙齿 雕的时候 放在那个牙齿 人缺牙的牙齿 当假牙 OK 大祭司 当然是社会的 层次最高的 那就是政教而已 应该说宗教 宗教跟政治而已 在法老之下 第一重要的就是大祭司 所以社会关系 一个阶层的经历 那么灵性部分 更不用说 从头到尾 从灵性部分 就是大祭司所一生 所崇敬所训练的项目 那大祭司甚至在木乃伊 在皇帝 在法老 或者一些有钱贵族死亡之后 甚至有钱贵族家里的鳄鱼 他们家的猴子 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 废匪猩猩 他们家的木乃 他们家的猫头鹰 过世之后 都会做成 用一条程序跟法术 做成木乃伊 那为了什么呢 来世女都要活 身体死亡了 他的死灵魂不会灭 然后我们把他身体做成木乃伊 照顾好 不要坏掉 等着转一圈轮回之后 然后 转一圈轮回之后 然后 那个 木乃伊 灵魂 灵魂就会回到木乃伊 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 这个身体 所以对皇帝来讲 爸老讲 赞啊 他喜欢啊 那么他就会 再度回来当王 这就是大祭司 那 那个时代过去了 那 我们现在的全人医疗照顾呢 我们没有大祭司 我们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觉知 把我们觉知放在整个人 去照顾整个人 身心社会的面向 尤其是灵性 然后 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myfulness 来做 在临床 那 myfulness meditation 正念直观 myfulness 的心理充满了一些事 这个字也蛮不良 充满什么 充满了一个观察 你不偏意不倚的去观察 你面前的事情 那个就叫做myfulness 正念直观 然后 叫做直观 那么 那meditation呢 是你在当下 现在 right now 现在是早上10点多 11点半 那时候我就在现在观照 我现在 就叫直观 我的心只在这 我没有在管 我是 我在好好地专心地把我想说的事情 讲出来 这样 这是我今天真的做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加起来 就是你用一个沉静的心情 心理状态去观察自己的现象 目前的状态 目前的语音 做一些表示 你用一个很沉稳的状态去观察你的病患 他有什么痛苦 他有什么不舒服 他说的 跟他没有说的 非言语的部分 观察到你感觉到 你感受到 那些都是全部 可以拿来做反应 帮他 不舒服 这就是正念之外 我们的正念之外 帮到我们的前面病患 来 来 那么 这个在 用科学来讲 理論基础在哪 我在这里 那奥匹是前面 前额叶这边 前额叶下面 到那里面 这边有个性癌 新人和 那前额叶这边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 通常就是 最难是难 可是最高级 最新一代的皮子 也就是所谓人 跟其他灵长类 不一样的 智慧的 没有心 大概是主要的 可以这样说 那前额叶皮子 其实就是我们 像学校的管发中心一样 是一个自新的经验 决策中心 调控我们的决策计划想法 关注力 还有记忆 可以经过它 往哪个地方 成绩 记忆部Database 提出来 然后 好 那么 那 My Finance Meditation 正面之关呢 其实作用点 就是作用在这里 让我们的皮子 前额叶皮子 沉浸下来 沃滤掉杂质 然后这些情况 它可以促进它的功能 这个功能 其实它 它被引发出去 沉稳以后 这个前额叶就可以 第一个反应 就是去压制 去控制调控 杏仁盒 让它 缓解它 让它不要激动 不要紧张 不要难过 杏仁盒是我们的战斗 逃跑反应 坏了坏 一个对危机 烧火了 紧张了 状况进来以后 从你的五感 所接收到的信号以后 然后先进到信号盒 判断不会不危险 我们说 是否避震 然后再决定 我要躲在这边 还是我要痛 还是我要跟它打仗 就是熊跑过来了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号盒 它的反应 接下来 它的反应高张以后 接下来HPA 从脑垂线 一直到身上线 这一段 HPA的这个轴 就会从脑部这边 一直往下传 制造出非常多的 压力脏力荷尔蒙 腎上腺素 提高交两根神经 抑制不交两根神经 你把全身的反应 就是你要跑 你要打仗 一下跳到楼下去 然后它不会摔死 我这边记得了 好 但是当你做 真人电子观的时候 你的前额叶 就会让信号盒 你稳定一点 看清楚 那是电视里面的一个假象 电视体在烧火 你在紧张多 OK 那么所以说 当我们在做 通常meditation 就是这个照片 通常找到就是这样 有个人很漂亮 坐在那边手头 翘起来 坐在那边慢慢的打坐 静坐 然后让他呼吸慢 因为呼吸慢的 念头会少 所以因此它的前额叶 功能就会提升 就会恢复到原状 不会被遮住 它就会有 该有功能 去让信号盒冷静 看清楚 就是在演电视 你紧张出来 OK 这就是真言紧张 简单吗 我们不用太融入剧情 那 那 优达大师就厉害啊 她就是前额叶动 看过 她有原力啊 她可以用心觉察 我就知道 你今天很恐惧哦 你今天很开心哦 然后 她用心观察 就会看到 当阳光升起来的 刹那一瞬间 那个光 就直接照进 它的千额叶 让一切说洞察 所有事情都很清楚 我们回到 科学家喜欢拆着全能照顾吗 身体心理 社会心理 Spiratory 那全部的你就拆成这样了 加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加回来 把它加成全能照顾 Let's take care 那 Let's take care 那一样 我刚刚讲 常常医学 牙医学 照顾都是生理的疾病 牙齿痛 要蛀牙有 蛀牙有处理 一个阿嬷就是蛀牙 住了很久 然后 但是 她每次来门诊都被退货 因为血压高 你的爸爸牙 就这么简单 但是因为 我们就不知道靠 其他程度 清理社会灵性 她干嘛 一到进来 看到我们 她就很简单 血压就不了了 在家里都说血压工作得很好 为什么 为什么 那 我们就 我们就用 试试看这个阿嬷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拿出我们的正念之关 我们的灵性 找出个正念之关 然后做个 用病人之间的关系 有PCA的超前部署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 怎么出现了 也就是说 阿嬷她就是看牙齿害怕 她为什么看牙齿就害怕 尤其要说白牙 血压就跟着升高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除了问她以外 我们就做一些事吧 比方说你用音乐 用口头安抚她 甚至用雷射针灸 在某些穴道上面 帮助她安神 很难 那么 所以其实 本来刚刚讲的事情 把阿嬷都好好拔牙 这件事本来 千千千千我们会做嘛 当然 实习是可能还不会啦 但是你不会学嘛 那 所以原来这样也是一个询问 法律的care 是 她是 不学你会忘记原来你会 阿嬷来咯 83岁 疼痛了三个月 牙齿就放汗腹 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啦 血压 她都在家里控制的还不错 还好 然后呢 坐下来再血压一两 129个70 心跳70几下 嗯好 现在没有差紧张还OK 氧气浓度95还不错 呼吸速率也没有挺快 正常 正常 她没发烧 T.O.C.G.检查 她没有任何接触室 没有covirus问题 所以我们在病例里面 就可以记录了 这叫全人牙科的备忘录 你们就记录中她 嗯 她还算 零 可是我觉得她很困惑 她不知道这牙齿 头烂掉的牙齿 到底要不要烂掉 那么 她 她其实是配合牙科这样 只是 她没有来看 三个月从头都不敢来看 对 所以 好 那今天说服她说 这个牙齿要处理 她有配合 她便可是不是要 好 然后 家人陪她来的 她 孙女陪她来的 所以阿嬷的 家里的关系 社交的关系 这四个身心社会里面的面相来讲 看起来是很错的 然后她说有没有失能影响 有啊 牙齿不太好 吃东西不太行啊 但是对阿嬷来讲 她不痛的时候 她吃东西 她就吃了 但是她痛起来的时候 她吃了几千只痛药 就不痛 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常常见到 那阿嬷的方便 就可以一直可以 多三个月都没 她觉得没事啊 因为不重要 不影响她 那么她 所以她自己觉得 我一切都正常 我很好 嘴巴里面的状况 牙齿也很好 我不会影响到 让我不能吃东西 那 OK 再来哦 我们看她的双边 哈哈 她前面有剩多少 然后上面牙齿都做过治疗了 又坏掉了 剩下也不多了 那她常常吃三个月痛的 就是这一颗 右边上面这个小舊齿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是 跟她讨论 这个牙齿要拿掉哦 阿嬷 不然吸菊会感染 下次又痛起来哦 然后不舒服 也许也会肿得厉害哦 听到打牙 血压就开始伸到一点点 当然应该的 不过这样数字 149 over 70 那意思是OK啦 没问题 但是阿嬷接下来很冷静就问了 我听说接种疫苗 那个新冠病毒疫苗 那个AZ之后 我再打牙醉药 会死呢 那意思 言下之意就是阿嬷说 她不想发芽 因为她怕会死 这个问题很有趣吧 我当时就 会笑 就说阿嬷的消息来源是哪里啊 旁边是她家人就说啦 阿嬷的孙女就说啦 她说 他们老人家都喜欢那个赖啊 赖来赖去 没这些消息啊 后来我当时就跟她解释 啊那个是怎么怎么回事 阿嬷这个牙齿的状态 是处理是需要的 那麻醉药 上了麻醉药 下次就会拿掉了 但是上麻醉 这件事情 它跟疫苗的反应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用担心 阿嬷你上次疫苗 那个AZ打了多久了啊 她说一个月了 四个礼拜了 OK啦 放心 已经没有问题了 人正常人一样了 现在做任何事都不会有问题 我保证你安全 没事 好 血液又恢复到12.70 错啊 那就可以躺那边 我的住院师跟司机师就开始准备 把器械丢进去 丢 丢 有声音嘛 然后阿嬷在这边 把我围起来 录起来 阿嬷听到这些声音之后 听到器械的声音以后 然后她的起来就开始 哇 180 我们其实同次 所以这机器已经在亮 在响 好啊 就紧张嘛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就想说 我想说 我好想学会春眠宿 这样把那个贼贼的孙悟空 就把他扑起来 框起来 心无事柱 无事想你其心 阿嬷很乖啦 哈哈 好 那么 其实 呃 我会 凌方坐一阵子 我其实就会有个心反 我觉得说 欸 阿嬷的孙女陪她来吧 好 我们把阿嬷 就当我们女朋友的阿嬷 就对她很呵护 有自信 要表现 我们要表现得很好 而且要很温柔 然后用我们的言语来控制她的交流 那上马耀的过程 上马耀之前的解释 我们都只会说 那个红色的尖锐的痛字都不会停 听起来就觉得痛 那我们就会说 阿嬷这国语听得懂啊 我就用国语讲啊 我说这个会酸酸脏脏脏的 上马耀会紧紧的哦 要是顶出来的时候 一下下撑开 然后就好了 我千万不会 绝对不会是说啊 头受伤 头顶开 车开 戳下去 试她 打针 那些字也听起来就很痛 那些字都会闭开 后来就喜爱就稳定了 你又说 你也没做别的事 就是说而已啊 那喜爱就下来了 稳定了 还不时会跟她说 阿嬷再差一点点咯 快好咯 再等一下出来咯 就出来了 阿嬷的孙女也觉得很开心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好 这是多辆车站的白天 现在 所以 在Holic Day Care当中 因为我们用了很简单的 言语的沟通 言语的态度跟氛围跟气氛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 非言语的成分在里面 那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灵性 我们用我们的正念直观 然后再加上善要安慰剂的效果 我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只是说的啊 那阿嬷她的恐惧就被降服了 那于是呢 我们用温柔坚定的方法 那你看我们的性额壳 聪明的松书 对着她的性额壳 讲说我们的前额叶 对着她的前额叶 经过言语一段 或者是非语言的沟通 性的沟通之后 这个治疗关系啊 然后她的前额叶就发挥功能去压制她的性额壳 降低她的恐惧 就是她的交感行情 怀多了 血压就怀多了 诶 这个故事不是很简单吗 就是这样 那么 所以 因此呢 回到 五岁的起立行说 哦 原来当初为什么我看到医生哥哥 因为我信赖他 我觉得他是我的宠救命恩人 每次来看 每次退就烧掉了 就退了 看到他就退了 还没有吃压 还没打退 所以这个 就是医生伯伯跟邦宁的我 益次元的全人交流 就是这样 所以 看到他我就好一半哦 那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包还是得打针 还是得吃压 好痛啊 我就说 打完针 资得回去啊 可是我还是很信任我的医生哥哥哥 因为 发烧症很不舒服 所以 我们用真正念止观的方法 就降伏了这只猴子 那 我们 已经离 金字塔时代很远 不是玛雅金字塔 那么 我们要 如果要如何来讲灵性呢 不用怕 Speciality 其实我们 只要是 还活着 我们就有灵性 甚至在宗教家 或者 还是有灵性 所以怕什么 这本来都有个配备 那 但是一直以来 在近代 就是剩下宗教跟哲学在讲灵性 那 没关系 因为喜欢科学跟研究 没在讲灵性 不知道怎么研究啊 那 所以灵性跟宗教是非常的有交集 那我们讲正念止观跟照顾全人 不知道有病患 我们 可以不用是一定跟宗教有关 但如果我们讲到宗教 它只是一个方便的本 比方说 邱院长的史牌哲基金会 那他们里面大部分都会是 基督教的教徒啊 那佛教的莲花基金会 也大部分是佛教的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去关怀跟照顾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用佛教的语言 讲给佛教的心中心 他们绝对会听得懂 那像灵性部分常会讲的 我们自己拿出来的 展现的就是 慈悲心 同理心 同情心 compassion sympathy empathy 那这些字也挺起来 在佛教的语言里面 你常常都在讲慈悲啊 在基督教的语言 你会讲同情和同理啊 所以这些字 字眼来讲 灵性部分是共同的 我们可以善用它 那 当年二次大战的时候 就Tuling博士呢 他在发明了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全世界的第一部电脑 这个电脑帮忙了盟军 英国的共军 联军 然后破解了德国的密码 二次大战德国的密码 所以因此二次大战 德国大戴上 这个电脑厉害 那现在的人工智慧的起源 也就是来自Tuling Dr.Tuling的机器 Tuling Machine 在当年六十年前 他就问过说 当我们的人工智慧跟电脑 如果硬体跟规格 发展到一个程度 很高的程度 就是现在的未来 那电脑有没有灵性 他设计这个实验 在做这个实验 那个今天就不得了 很有趣 来回到全人照顾 所以一样生理心理社会灵性 我们因为病患跟我们 是亲近的相应 他们就做得到 怎么相应 在PC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的方式当中 智商者或医者对患者暗主之间的一个治疗的关系 Therapultive relationship 这样的关系 就会建立起来 让我们的前额业跟前额业就对上 就是灵性对灵性 My mind to your mind 就对上了 那疗愈就在这里开始进行 PCA学派讲的 他的中心组织 是由Clar Rogers 这位心理大师 所推广的 Clar Rogers的PCA 个人中心学派 他我们来画两句 这个圈圈是我们医生 这个圈圈是病患案子 然后当我们都一样配备 你看身体 心理 社会 然后围绕我们的灵魂 病患也是 他也是人啊 一样啊 我们不是宁安德塔人 宁安德塔人 宁安德塔人还是有人啊 那么我们因为无条件的关怀 我们因为TR的治疗关系的管道建立之后 前额业传递给他的 就是引发病患自己 对自己的无条件无条件关怀 他可能本来忘记了 本来关掉 可能觉得很委屈很可怜 但是因为启动了这件事 我们的同情心同理心 启动了这件事 启动了关怀 于是让他们的身心社会灵 尤其他的灵性部分 得到了一些抚慰 于是呢 他本应被换苦这件事 身体的苦这件事情 就有了解决的方案 我们再给他开掉药物 再给他手术 甚至连药物都不用 他就会开始被启发 病患被启发 病患被启发 他的流域 启发他的灵性 启发他的动物 他的病患的身体疾病 也会更顺利的往好转移 去追踪 那这张图是一个灾药 是我的 我是入门的内容之一 那也就是一样 左边这个人是医生 这个人是病患 病患得了口腔 所以我们一样在灵性部分 建立了很好的TR 治疗关系之后 我们一方面手 在身体上帮他做手术 治疗 丁面的灵性 我们照顾到让他满 让他 启动他自我的疗愈 于是 你会觉得手术 完了 伤口的愈合 还真的清楚 病患的生活品质 甚至他的肿口 都合影 所以其实 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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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他 他 有一个伤口 把他防起来 对不起 这个伤口长起来愈合 是自己好的 是上帝那那手 是佛祖的那手 就是身体的细胞 自己有愈合的能力 但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事 是排除他的障碍 你用针 你把脏空气清掉 把细菌清掉 然后把 然后用针 用线 把他靠近在一起之后 那么这个障碍 就会被抗住 那么 那个伤口就会抗住 所以 反过他 如果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 他用过双银双链药物 他的骨头里面 根本没有治愈的能力 你把他怎么剁 什么黄 他都不会黄 都不会倒 放了多少骨粉进去 都只会变成细菌 他没有治愈的能力 你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事倍 而总办 所以灵性太重要 伤口愈合的环境太重要 OK 那么像PCA里面 如果说 我们不做Holistic Care 我们这部分拿掉了 没有治疗关系 真的很凶恶 那我们其实手术开得 再高明再漂亮 但是病患的灵性 完全没有被照顾到 甚至因此还被踢到一边去 那么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伤口跟这个血管怎么接这么坏 然后他的存活率也一直大大成功 我企图用科学分化想要正在进行中 回到刚刚这个Y 病人的口腔来存活率 跟他的很多βX这一串 那么一样 这一串当中你一定会有病患本身身体的状态 肿瘤的大小 还有他的心理 心理跟你的亲户肺 都必须放在X里面 然后医生的因素 你有没有知道他 你会不会做手术 你怎么治疗他的选择 那再加上天使地利人和 重力波 黑洞 这种场 如果都能够继续迷迷 很多都加进来 并且算出他们的β 他的系数 如果加成了Y 你会对这个病患 接下来这位病患开到以后 五年存活的那个数字 你会猜的比较整个 比方说 七十九点八成的机会 他可以活 都没有病患 好希望能这样子 病人都会活 然后场景出现 来 再提醒一下 我们让病患 让病患自己发现自己有力量 自己做选择 所以一样 明星的五个操作型定义就是 生命的因素 病患的起碳 爱跟家人之间的爱跟被爱 有没有截指 有没有梁子 有没有怪不宽恕被关释 然后他们自己的信仰 跟他的治疗更多一些 OK 我们来看我们的案 张爷爷 当年七十八岁 这是两年前 两年前 二年前 2019 根管治疗后 后面这个牙齿治疗完 后面也会牙移这一块 方向那一块 一直在流行 一阵都没好 所以诊所医生转程来 给我们看看 结果确诊 他是一个骨腔癌 在这地方 当时是踢破 他贴在骨头上 但是可以开刀可以处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把那一块 把那一块的癌症 牙移跟底下的一部分骨头 跟前面几颗牙齿拿掉 不处理掉 爷爷说我不要 我不要开刀 我绝对不要开刀 开刀了 年纪都这么大 都八十了 不要弄我的下巴 不要弄我的 不要拔我的氧气 不要他不要 他不要就是不要 那么 那他的儿子在美国 长年住在美国 爷爷是公司老板 儿子在美国也是公司老板 那老板的共同讨论就是 来 我们网路找一下看 有 有个叫做动脉化疗 刀雄那个诊所 动脉化疗的医生就说 诊所广告会说 口香癌 不用开刀 不用化疗就 从动脉砸进 放管子打进去 直接进到哪一些刀 静脉化疗 传统的静脉化疗 好很多 而且很有效 而且对身体没有错 好啦 所以就经过上半年 快一年的时间 他们就去 从那边开始就去做动脉化疗 然后他会在那个 耳朵前面那边买了一个管子 在这边 有一个这边 然后主动到他的主动来 然后药物就打进去 然后 所以我们就追踪他 追踪他 看看他情况 因为他就没有要手术嘛 但是定期会回来 我们再看看 所以看看在动脉化疗当中呢 那段时间 那块红红的胎细胞就变 就在那里 也没有长大 也没有消失不见 那么 后来还要做个放射治疗 因为动脉化疗的医师跟他讲说 那个没有消失 我们药物都打完 那去做放射治疗吧 去做 做完放射治疗以后 一直到今年8月回来 看到说 哇 两年前是这样一条片 现在呢 是这个里面一大片 骨头里面全都在 表面看起来好像好好的 外面被清除 但里面地下室全都是 骨头里都是 大很多 那所以癌症还在 而且做切片证实了 那么儿子再度查询 说好 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 台大医院的公动医疗法 能不能把 不用手术把那个清掉 当然柔医师说跟他说 你这在骨头里 那么神光照不到的 回去手术把握 那么 我们觉得关键点 应该是在儿子 在美国的儿子 他们其实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到底 走前来是应该要 手术才能进入先去 然后 然后 爷爷在这 那张爷爷的太太 张奶奶呢 张奶奶就也很 就七十多岁 她也很老实 也说 我们没办法照顾她 她 我自己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都常迷路 然后身上有很多病 那美国 那儿子又很远 那么远 远损就比较近多 所以张爷爷 后来我们就突然参透了 正念止观 突然有一天就空了 就发现 不是什么延宕两年 爷爷就是不开刀 就是不开刀 然后去试了很多 不开刀的方式 但是那些方法都失败了 但是到如今 爷爷还是不想开刀 在8月24日这天 家庭会议 还是没有想开刀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番解释 这个时候 跟明星治疗室 我们四个人一起 透过网路 然后去跟儿子 跟全家三个 他们三个人一起解释说 爷爷目前的处境如何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下育骨头 那段那块确定是走流 而且是产流两年 那想必比较厉害 他会继续长大 所以现在没有机会再等 也没有机会再识别的方法 因为都识过了 而且都没有等 只剩下手术一件事 或者是不手术 很正 那张爷爷还是说 我不要手术 那我就想了 我突然懂了 原来张爷爷的心理是这样 你们就张奶奶 张家儿子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怎么照顾我 手术的状态 我也很怕手术 那我不如不要手术 我就不会脱离到大家 爷爷原来是这样子在想的 爷爷不会讲 他当然不会讲出来 后来发现了 我参透了 我就直接写email告诉他儿子说 你家爸爸是这样子想的 你真的要放着他不手术吗 你想害他吗 不想救他吗 后来 我们自己也经过了很多讨论 神心灵的讨论 这是E-Portfolio里面的 跟诊的住院医师 跟诊的阴神也会讨论说 我们 其实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病人都拒绝手术 病人害怕手术是应该的 是 这位张姐爷的情况也太玄奇了 因为可以一直拒绝两年 而到如今还拒绝手术 明明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不是要去 那不就是不想要自己的命吗 对啊 我们一直在讨论 那 那也一直在等待他 其实是把 医者是把患者 即使他是80 因为他80岁 他还是个孩子一样 我们在等待他 对于癌症治疗这件事情 还有那个孩子 所以他的想法是很天真 那想法是不切实际 那想法是不知道自己 其实他会 那我们也只有 还是陪伴他 还是不嫌弃他 还是也不期盼他到底要不要开刀 因为我们这个状态 还是放在正面之外 不偏不倚的来观察这件事 而不过去生气这件事 你是不是看不 不相信我 我们所以他没办法说服你 不是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事情就很妙 就在这两天前 开完家庭会议之后 有一次门诊 这个礼拜的门诊 张姐爷就突然改口说 那你们医生都说 我们要开刀 那我开好了 那我这边脸上发痕 会不会凹进去啊 因为他终于开始问 现实的问 真正的问 开刀的状态 所以我们把它安排在9月30号 走过去 哦 松了一口气 好 所以我们在当下 其实不应该为情绪干扰 不被情绪干扰的结果 那觉知才不会被压制 也就是他的情况 很恐惧的不能取得手术 就是因为他的情绪干扰他的 正常的理智的谈断 他的情绪也谈断 因为那个性能痕太发达了 太强烈了 所以完全是生死于度外 我就是不要手术 因为手术不可怕 手术拖累了他的家人 所以全能照顾我们前面的超前部属的PCA 零行备忘录 我们就讲完了 继续看看哦 接下来是提纲窃离 一些重点 重点是 疫病之间的治疗照顾 这个关系 这个TR的关系 来自于我们的心理层面是有接触的 你有沟通到 有对谈到 然后他 张爷爷呢 正在焦虑自己的人 他自己也在恐惧 他没办法平静 能了解他自己的处境和状态 来做决定 所以他所有的决定 通通都不理性 会很奇怪 那么 然后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发现了一些真实的状态 用真诚的方法 来表现出我们的想法 像对张爷爷的儿子 我就直接问 我发现您父亲好像没有想活 他的理由可能是因为 顾及您 这个爱实在太伟大 那父亲通常苦了一辈子 经营工厂 把家人拉拔 把小孩拉拔到 还送去美国好好念书 还以事业永存 这父亲的一生是太辛苦了 他最后还要想要用这样的方法 牺牲了自己 没有要做手术 免得拖累你的 免得把你拉 从美国拉回来 那边工作又放得下 我这样子跟他儿子说 那么 所以 所以就是 我终于有点懂 张爷爷到底在想什么 那 这种治疗关系之下 那么 其实我们就是互相信任 张爷爷其实不是故意不说心声 因为他不会想 他不知道怎么说 也没有偷偷跟我讲 治疗关系的重要点在于 医生跟病患之间 你用你的正经直观 也得了 传达你的善意 安护到病人 让他产生降低焦虑 而形成一个安定的理由 这个治疗关系源 是在前额叶 我们的前额叶对到他 安定了他的气氧 因此他除去了很多恐惧之后 回到他原本的理性 他自己就有他自己 把他该做的理由 不是老板呢 他的一辈子 他怎么会没有决断能力呢 定式的一定会少 对自己 对公司 最有利的决策去做 那要治疗关系的好 已经要对到 话要说对 那通常就是 医生病患 你要帮他处理牙齿 要跟他解释病情 要把牙齿瓣掉 我们会这样子看 很好的治疗关系 降低他的性能 的紧张 所以有事病患的血压 会比较高啊 不过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 那个 医生的视角看病人 倒过来看到嘴巴 然后眼睛在下面 然后病患更可爱 这样养着看看 医生不是在旁边 周围绕着他 这个性能核一定高张啊 那不是平常看人的角度啊 这个很奇妙的治疗关系 OK 那这边有段简单带过 当很多小朋友 当他小朋友的时候 有一些AC 一些负面经历 这些负面经历是在长期 在脑部跟性能核 还没有发抑成熟 这个时候 就一直在挟持他的性能核 因为简单忙 小时候的经历不好 不开心的忙 恐惧的忙 所以他的性能核开始长歪了 会长得很正常 到长8以后 性能核反应还是很过分 所以他会变得很奇特 比方说他怎么怕 他的牙齿 什么时候只会跟周围 怕刀不行 怕刀比正常人还要怕刀 完全不行 所以有时候必须 他镇定麻醉 或全身麻醉 才能把一个简单的牙齿 他就是怕 完全怕 那通常也就是因为 小时候的AC 他的性能核已经正常 被加持了 所以很容易 一点风吹少 我就引发他的性能核而压制不了 造成了很奇怪的疾病 也这么多疾病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一样利用正念指关 去帮忙 去用前额叶 去安抚他的性能 然后慢慢慢慢练习 回到正常的牙齿 那么他的身体的 心理的复原能力 也可以慢慢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 再治疗下一颗牙齿 可以有什么害怕 OK 好 所以全能照顾呢 以病性为核心 病患 医生病患 之间也有医次元的交流 这就是治疗关系 其他 那 OK 再来一个主题 讲的是 今天的主题二 主题二 我们知道医生对病患 是全能照顾的 那我们知道医生要教医生的学生 传承这个全部照顾的方法 所以叫做传承照顾全部的理由 那我们学生要怎么做呢 怎么去学到全能照顾的方法呢 就是好奇就好了 什么事情就想到就去问了 因此一样这个两个圈圈又出现了 左边是老师 指指医师 右边是助医师 VGY 那我们两个之间呢 师跟师之间 一样用灵性的管道 来做全能照顾的传承 传承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那一样 那我们启发学习的动机 跟学习到全能照顾的方法 就是把好奇心跟灵性拿出来 对着你的病患 施展的灵性也没有 OK 那以牙科门诊来讲 就是检牙门诊吧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排除病患自己 他的身体心理社会 除了身体外的其他灵性的干扰 害怕恐惧之后 你帮到他 最后这个处理稳定了 性能核稳定了 你再回过头来处理牙齿 处理身体之力 就会事半而功倍 好 所以我们Cyle Rogers又来咯 他说PCA PCA其实你不用担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有灵性的五个特色 五个操作型定义 寻找生命的意义 也是PCA所在强调的事情 而这个本身是一个 不是在认知内的核心能力 所以事实上为人 你长大成了以后 就会具有能力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有性能核和前额业 那我们唯一要练习的事情是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知道 病患跟我们自己 都会有自己预料的能力 而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在当下 就是自己之外 就是这件事 在看门诊 跟病人沟通的当下 在当下 这样的当下 你沉浸下来了 你的观察 你就会观察到 言语所观察不到的事情 你刚刚说 你也明明明就没有说 他家人担心 所以他不想开刀 他从中也没讲 他为什么不想开刀 对啊 后来就被发现 终于被发现 点破了 戳到罩门了 也许这是他 他答应要开刀的 也许 PCA就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 那么 PCA是个明镜啊 沉浸下来的明镜 你拿出你的好奇心 然后你的同理心 一样会出现 你可以感受到 你可以感觉到 病患的单心 跟焦虑跟恐惧 然后再来 你再来接看 你就可以问他 你为什么害怕呢 有什么理由呢 那个感觉不到 你就问他 我们可以用感受 用灵性 跟言语的管道 一起来运动 这样才能一起去解决 全人的痛苦 所以就是直接反应 直接去问他 把那个沙波打破了 直接去问 问到底 你为什么担心 为什么不想手术 对啊 也许其实你都没有说 你只说不想 但是为什么不想 没有说 那当时我问过 也的反应就是 直直路然没有讲 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他也说不出来 那 这个图又出现了 可以知道 当病患生病了 他有苦 这个苦 其实就会引动 引发跟牵动我们的 明星见性 我们的真诚 我们的无条件关怀 我们因为觉得他伤心 我们跟着慈悲 我们的慈悲 同理 就会从这边一路建立这样的管道 飘过去跟他 这个提阿 就是透过一个 非眼影的管道 抑制眼的管道 进到 有灵性的部分 进到他的灵性的部分 启动病患的无条件 自我状态 然后来 开始启动他的动物 和灵性的自由 至少灵性的部分 得到满足 宽慰了 然后再用其他说法 跟着一起去治疗 生理的治疗 全人照顾 所以全人照顾的医病关系 就是循民善用 也等了他两年 他终于要开到 然后我们每次礼拜六 的口外口评讨论会 都常常会提到类似的情况 就会有身心理的评估 跟病人病情等等 那这个礼拜六 就会讨论正眼圆的动态 所以请大家欢迎来看 那刚刚一个讲到 全人牙科里面的 全人牙科备忘录 其实这个QR Code 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内容大概就类似这些 英文加中文 他在每一份 整病年里都会把它加进去 他要讲什么 就是对病患的身心理 社会的一个评估 主观的 由他自己 由我们观察 然后也可以问 说病患有什么需要评估 我们有紧张 焦虑的状态等等 对于他的check control 他说祖宿这件事来讲 比方说阿玛的丫头 比方说三爷爷的口腔癌之类 我们在这边就会做病 好 然后Carl Rodgers最后要帮我们结尾了 他有回来跟我们说 他有回来跟我们说 他说 他以前写过 当最接近内在的文 是直接文的时候 就是他在静坐的时候 在静见直观的时候 当那时候就会 与我内在那个不知名的那个角度 也许一个神圣的高端 一个地方 接触到灵性 所以当我在这样的不同的 民心境性的状态上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当我在跟病患 沟通 谈论之伤的时候 只要我在那里 其实就一直可以说帮他 我不用特别说什么特别的事 我直接认可了他 我跟我的cutter 我的在 我的陪伴 在这件事情 就已经让病患也觉得在 而回到他自己的正念之外 然后疗愈就开始 就帮他传承 传承 医生与学生之间 其实都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 其实这些关系就是 一样套用到正念直观的治疗关系 那么让病患 让病患发现自己的影响 让学生发现自己本来就有影响 启动他自己的疗愈跟自己的选择 然后呢 然后就会学习到一些 他要怎么照顾病患的方式 再去照顾他的病患 学生的病患 那一样 不能 凡事都不能靠人在一起 一定要遵照自然 遵照道道 遵照一个规照 就像太阳 谁会这样 地球每天会绕一圈 被太阳绕一圈 地球在哪里走 好 于是终于 到了今年 50岁的奇力行都发现 哦 原来5岁的我 为什么 看到医生就好了 而且其实还有 当年是 医生看到你 我会自己自动会想说出来 这个是我的病患跟我讲的 就是看到我 他会自动会想把很多事都讲出来 所以其实我也没问 但很多秘密就答案都知道了 然后就可以进行借我这个床 所以 所以 这个疗愈跟 疗愈的原力每个人都有 正念指观跟明星的功力 每个人都有 我们不要忘记全国 我们要 常常更要善用 除了言语去讲 非言语的 另一部分的 影响应跟行动 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 谈得怎么在意 也不知道怎么要哪来使用 OK 好 那这个主题在两年前 我在双海医院做过一次全院演讲 那么当时就问说 医院长问说 那病患的状态 我如何分辨是心灵和灵性呢 其实一样 就是刚刚讲的 灵性的五个操作型第一 其实然后在安宁团队里面 也没有灵性关怀师 这些 这次我们在越洋 远居越洋的会谈 张也的家庭会议中 就有请 灵性关怀师一起在场 振助 整个灵性的场域 让我们有好好地发挥自己的角色 OK 然后再来就是常常每天练习 你知道你会嘛 你做练习把它做出来 就对 从今天就开始了 那 好 那么杨定义博士说 他这位医生 那也是正念之外的一个大 一个老师 他会说 心胸的开阔去使用正念之外 我们的本人就在这 因为神跟佛 他跟我们都在 我们也没有分离 所以我们只要对 我们眼下所看见的事情 全心的相信他 全心的欢迎他 不管这件事情 是不是觉得很难过 让我很伤心 很恐惧 我还是欢迎这个恐惧 欢迎这个事情 那么正面的 你像的每一天的来 人事物 都会是个喜悦 这就是正念之外 好 那一样 QR过来这边 我们的灵性照顾 灵性牙科病例的 好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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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见了 最后 没有了 完成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